今天是6月18号 周日A股明天就开盘了 很多朋友在问我 欧阳先生 钟思投下周能追吗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钟思投在周五出现了大涨 对吧 而且是出去放量大涨 大家看一下 这里出去放量了 你要出来大涨 周五为什么会涨 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钟思投出力好了 那下周很多朋友问了 能不能追啊 下周会不会继续走强呢 我觉得钟思投 是主线没走完 这个毫无疑问的 下周仍然有机会去挑上方的这个高位啊 去有机会去出这个高位 所以下周有低点 仍然可以潜伏 可以低吸 但是我在前期跟大家讲钟思投的时候 我讲的很清楚 我说什么呢 我说这个钟思投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强制称位 60天先附近 对吧 60天先附近 你可以低吸 可以潜伏 可以上车 说了很多回答 为什么很多 就是不愿意在这个低点上车 然后涨起来就问要不要追 整体来看 趋势是没变的 但是钟思投操作起来难度是比较大 因为它是轮动 所以你想要赚到钱 要保护好这个节奏 接下来我们说重点 说什么重点呢 核心个股的一个走势分析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视频道中 涉及到一些个股的一个走势的解冻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误作为依据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前排这些涨幅真权的 大家就发现特点很明显 中科信息 所以这个是什么 对于这个票 我觉得他应该都熟悉了 他是属于人工智能叠加器材啊 人工智能 叠加网络安全 数字经济等等等等 都对 所以这个票的话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他还有没有空间 他还有 但是啊 你想要他像中国科船一样 那样大杂暴涨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预期降下 就是说在这个低点附近啊 低点附近 你可以上车 但是拉高位 压力位 这些压力位附近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防高减仓 防高出货 或者说等他放量突破后 啊 这个我们再做决定也可以 就说这个位置他本身放量了 都对 那么在这里突出一个大阳线突破 那么我们也可以确定他新艺能周期的开始 说白了 就是这个票 他如果有低点 有潜伏 你就可以继续卡多 继续卡 中程股份 直接拉涨钱 这个没法说啊 因为他是利害加持的这个票 这个票整体走势已经走坏了 朋友们记住啊 因为他这个前期很强 就是60年线强之称 但是近期很坏啊 走势很弱 突破了这个 那个下轨的一个街道 对吧 然后他急拉冲高 拉到双方的高位附近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检查啊 考虑突破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变化 好 中工高科 这个票其实可以理解啊 国字民 中枢大数据 数字经济 对不对 都是一些热门叠加 那么这种票怎么理解呢 超低反弹 记住啊 这里拉高后 拉高后 这里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啊 低位 我们记住 后期只是超级反弹 但是你拉高冲高了 一定你一定忍住手啊 不用轻的去追 后期它是存在一定的 一定的机会的 但是像这种票的话 它的持续性啊 持续性啊 因为前期这里有压力 对不对 存在不确定性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 稳住心态 不用轻的去追 但也有优势啊 这个票优势在哪里呢 优势在这里很明显的 是不是 它流通值总是是才多少24亿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中国海城 直接拉到涨停 这个票也是超跌反弹 整个盘面来看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超跌反弹 拉高能不能追吗 不能追 哎 说了前面这么多的票 大家是不是发现特点了 我讲了很多次的一个中枝头的措施 大家看一下特点出来了没有 对吧 看这里 前排这些票几乎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什么有关 大极限有关 是不是 还有中国软件 中科信息跟什么 跟科技有关 所以中枝头里面 我前期讲了很多次 你按这个策略就对了 中枝头叠加科技 对吧 科技前面 第一段时间 科技是谁带头啊 中国科船啊 中国科船带头 那么这一轮的科技有可能是谁带头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种科技有机会带头的是什么 中科信息 当然这个 中国软件啊 近期也开始走强了 这个不排除再次什么 再次成为什么 领头羊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里只是一个超低反弹 目前趋势已经走坏了 所以大家把这个期望值预期放下降下 这是大家注意的 从技术方面来说 中枝头里面的股票 大家看 周五反弹的是 科技跟这个交界比较好 中科远这些都是 啊 基建啊 都是都是科技这一块啊 那是中国交界呢 中文典装飞的 这是 大基建方向 好 除了这些之外 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军工系 对吧 军工系主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再面 大家看 前排的这些军工系主要留意的是什么 中床汉光啊 这个是军工的中航电策啊 中国船舶 中国伟通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其实说了很多回 对吧 中床汉光这个票是放量的一个走势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票他近期属于一个震荡的行情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 这个票 有点像前期的一些流票的走势啊 拉一波 这点红帮震荡 红帮震荡后 其满后 再拉一波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 而且很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床汉光 他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发现了 前面这里放了一波 杀的别厉害 这里放量了 这里放量了 所以朋友记住啊 这里 调整后 让人有机会去调这个高位 甚至突破的高位找出一个什么 强势的进攻 因为他这里有优势 总是67 流通值34 对不对 流通值太小了 这个票 随时都有可能去突破啊 去 去拉高 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呢 是整个盘面的一个走势 中床汉光这个票 量能决定一切 大家知道啊 我前面跟他讲 我的底量超底量 他目标是 是吧 这个位置 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位置 这个我告诉你小目标 这么说是明白 那很多人就问了 能不能追最高啊 追高还是有个点吧 对不对 你可以低息 可以潜伏 这个问题不大 整个的走势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那除了他之外 中床系啊 还有 中床科技也是 关注的 前期我跟大家讲过啊 中床电测 这个是属于那种打航系啊 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个票 前期涨幅比较大 那我觉得这种票的话 你要操作起 要小心 要注意 反而我前期跟大家讲过的 中国未通 中国未新啊 大家看一下 近期还是需要注意的 中国未通前期涨幅 比较大 近期调整很充分 对吧 调整很充分 在这个位置平台震荡 那么周五初就放量了 大涨 涨了四个路边 这个票的话就要记住啊 要记住他 后期调整后 仍然有机会走出一波二轮进攻 在这里之所以被砸下来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语音 是因为这个解禁 解禁的一个影响砸下来了 那么 消耗这些解禁的一个 不利因素以后啊 他后期 反弹进攻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包括中国未新 对吧 大家看一下 中国未新也是一样的思路 一样的套路 他在近期走势是否是比较稳 而且你发现没有 中国未新他走势走出了一个趋势上涨 是不是 走出了一个趋势上涨 趋势已经打出来了 后期慢慢的像爬上一样的 往上爬 那么他目标是不是这个位置 甚至有机会突破这位置 这种票的话 我在前期跟大家也讲的很清楚讲的很特色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第一位附近啊 就在这个第一位附近告诉大家什么 低息啊 潜伏上车啊 是不是 说得很明白 说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好 那除了中国卫星之外啊 军工系 其他的一些票啊 最近出现异动的也是可以留意的 中文头啊 刚才说了有科技 有大基建 有军工 那还有通信 通信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啊 中国 联通 对不对 大家看啊 明显的这个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啊 这个这些走用 怎么理解 前面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说过很多回啊 破位 就说啊 六十天线这个位置 如果说他守不住 你该怎么办 你要考虑撤退 考虑止损 当然在这里也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破掉以后啊 破掉以后 你要出现急拉 冲高 反弹 有没有这可能性 有 而且我觉得还不少 所以接下来 你要记住的啊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六十天线守得住啊 你还可以继续多看一下 守不住的话 我觉得但 暂时现在这个测退是没有问题了 就说他拉上去了 也在反跟踪 也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整体的走势就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电信啊 中国电信的走势 大家看 明显的这个是破位的 对不对 它已经是属于什么 往下走了 这个不是六十年线吗 这不是六十年线 六十年线 往下走的吗 所以从技术方面说 它就是一个什么 空头状态了 对于这种的电信片啊 大家短期操作要小心啊 尤其是盘东吉拉 盘吉拉拉在上方的压力位附近 你要考虑减仓 考虑出货 不要轻易的再去G啊 把轻易的再去顶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 次节啊 一个细节啊 中字头里面啊 我想告诉大家是啊 他 特点很明显啊 就是说啊 你把握好了这些核心品种 让人是可以吃到肉 吃到大肉的 你看啊 这里下面中国船舶 中国软极 中国东地其实这个都是跟中船系有关 再看下号牌 看下号牌你会发现 哎 中国出版 中视传媒 中国客传 这些什么 这些跟什么有关 这些是跟 传媒有关 前期涨幅巨大的重新补跌 或者说重新调整 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 如果你在周五的话 你还是追高中国传版啊 中国中视传媒这种你毫无疑问 是很郁闷的是不是 在操作上面 这些走完了没有 我觉得还是没走嘛啊 那人可以什么 调整后去跟中 接下来啊 对于整个中视和板块的走势 我看好它还是轮动 在周五反过的过程中 表现最强的是军工 军工系和这个基建系 那么近期大家需要重视和重点留意的就是这两个方向 可能它会成为一个资金关注的一个主战场 当然啊 在周五的话 像 电力相关板块也出现一个异动 那么这些也是可以去短线留意一下的 那我觉得 重新应该还是在这个 军工系方向 所以值得大家去 挖发掘啊 去挖掘 好 这一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